有一位中国学者近来有一篇文章 说到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人工智能的破坏性创造 提到通用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就是AI的一种理论形式 指具备等同或超过人类智能行为水平的人工智能 现在很多国家的AGI的发展是很蓬勃的 进步得很快 但是也有一些 无论在业内或在业外的人士都是担心 人工智能发展得太厉害 声音越来越多 比如3月29日 马斯克这些业内知名人士联名 簽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全球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更加强大的 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系统 至少为期六个月 确保人类能够有效地管理它的风险 上个月 新顿是深度学习之父 真正的业内人士 宣布从Google离职 离职的同事就宣布自己是正式加入AI 梯平者的行列 甚至对自己一生人从事的工作感到后悔 新顿认为 随着企业的公司不断改进AI的系统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是业内人士专家 真正的专家 新顿的说法 他这个说法是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因为如果我们说马斯克 算是外行人 他当然比我好很多 但是在AI来说 他可能都不是专家来的 但是新顿的确是公认的 在业内的真正的专家中的专家 由此如果他这么说 究竟这些AI引发的治理问题 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和人的关注和重视 这位作者认为 这些言论暂时都不算是国际主流的认知 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担心 例如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会压制人类 AGI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的工人 等等这些言论 但是这位作者这位专家就说到 他说这些说法就是很多无边无际 他认为有三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 第一个方面就是 如何可以尽快突破AGI 或者AI 我现在说不要说Generife 这个是强大的原因而已 AI发展技术的樽颈 海外很多大厂的开源技术 随时我们是接触不到 是会关闭的 中国是中国的学者 就是认为中国需要由自己研究的大模型 不要令到别人的地板成为我们的天花板 我们有自己的大模型 自己的技术 目前国产大模型和国外的AI的大模型 有事实上是很大的差距 我们是落后的 以芯片作为一个核心硬件基础的算力 因为核心是影响人的基础算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于AI来说 一直被人卡住缝纸 因为芯片的问题 令到阻碍到中国的AI大模型的发展 所以是怎样突破这些技术的樽颈 甚至是可不可以超车 就是用另一条跑道 是当前现在在AI业界里面的人士 应该要逼切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他认为值得注意的 就是监管AI这个体系 是怎样可以弹性化一点 就不要这么死胡胡 国内对AGI的监管的讨论 现在刚开始 但是未形成一个成熟的 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的思路 不要说是条例 思路还未清楚 现在在国际竞争得很重要的时间 监管对某一个行业 某一个产业的监管效率 是直接影响了这些人工智能 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速度 他觉得如何在数据 还有个人私隐的安全 怎样不会被滥用 伦理方面的问题 保持一个平衡 是考验这些监管者的智慧 应该怎样定一些监管行业的规则出来 第三个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层面 就是就业的问题 这个就是很多人普遍 刚才说的都是一些 可能是政府或者是产业的人 就会关注一些 但是另外一个作为我们 好像普通人 就业的问题 就是直接影响我们 喂 人工智能 会不会抢了我的饭碗 这些我们普通人 大部分老百姓 都会 就算没有即时杀到来的危险 都会有一种这样的亂想 看看工业革命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 是取代了小规模的手工 手作的工业 那机器呢 当然是开始代替工人 这个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血肉之躯 怎样和机器比 那在当时工业革命的时候 是引发了很多工人 是对机器不满的 原来是经常发生一些工人 是打烂一些机器 在工厂里面 是发泄对新技术不满的事件 这个是人性正常的表示 因为他抢去饭碗 当时在工业革命的时候 很多工人在工厂里 是要打烂那些机器的 那我们看回经济的历史 看回来 原来也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是人有这种反应 但是 看回真正的历史 真正能够引发一些宏观性 全局性的就业危机 通常都是经济萧调和制度的磨擦 而不是由机器去取代人 原来譬如说 我是做某一个行业的工人 有机器出来比我好很多 但是这样是不会引发 一个宏观全局性的就业问题 原来 经过研究 看回过往经验 机器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力 但是同时它也按照自己 一个承受的效应 竟然 会产生更加多的新的工作崗位出来 过往是这样的 即是它产生了一个机器 经济膨胀了 市场又被它推大了 又会衍生到其他的工种出来 根据研究学者发觉 甚至用机器取代人之后 产生效应 令到经济规模扩大之后 竟然产生更加多的新的崗位 即是就业人数还可以多些 甚至 但是 这次现在的人工智能 确实 我们老实说 是对就业 是有一些影响的 是哪方面的影响呢 现在估计是 是一些偏向性的影响 不是说整体的数字 偏向性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估计 会导致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出现一个V型的趋势 什么叫V型呢? 即是高技术和低技能的要求 工作崗位是不断增加 但是中等技能的工作崗位 是不断的减少 中等技能水平的努力 是面临比较大的被替代的封键 这个就是工作性质差异造成的 因为人工智能最好做的 就是替代一些重复性 程式化 有些技术 但是重复工作的任务 而这些任务是集中在中等技能的工作上面 那些公司呢 那些企业呢 就如果有採用了AI 或者等于以前的电脑化 等于以前的电脑化一样呢 它就要根据成本效益去分析 那中等技能水平的工作崗位 就会被替代了 就是用AI去取代一些中等技术的工人 或者是工作崗位 但是呢 比较高技术 和一些可能技术低的那些 反而被替代的那个机会 是会少一些的 比如有一些有一定创造性 非程式化的工作任务呢 在短期内我们看到呢 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替代 至少一些创造性啊 或者是不是重复的 每次不同的这些行业呢 这些可能是高技术一些的任务呢 短期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 但是呢 我们会注意到 人工智能可以对这些 中等技术的劳动力 形成一些擠壓 那这些人呢 就会向 要不就流向高技能 要不就被逼向低技能的工作崗位转移 就出现了呢 无论是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呢 人数呢 那个供应量呢 supply呢 会多了的 那因此呢 主要作为一个国家层面呢 就应该要开始呢 是对这些中等技能的工作崗位呢 要有一些培训和适应了 要是 你培训他们呢 由中等技能 去一个高技能 就是增加他的产值 这个是最正路的做法 如果不是呢 可能你就要安抚他 或者怎么样 将他呢 转移成一些低技能的工作崗位上面 那这些低技能的工作崗位呢 当然我们是 亦都可以将他的福利 或者工资 相应呢 是怎么样去调高 那样形成呢 这个面对一个事实上的挑战 其实这个我们 就算不是有人工智能 我们无论是产业变化发生 也会发生的 就是比如说 我有些小学的同学 那我们当时读完小学呢 不是个个升中学的 那他们去做学师 就是做一些橡牙的雕刻 那后来都 那时候是一个很高人工的 橡牙雕刻工 是要很有耐性 训练很久 很多年才做得到的 那后来 整个行业没有了 那他都是被逼呢 要转型转行 那这个呢 其实 不断都是在我们社会 是发生着 那当然呢 现在人工智能呢 也是一个很加速换代的一个 很重大的因素 那我们注意到呢 其实 其实人工智能呢 是一个生产工具来的 生产工具 和我们人之间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 那 人工智能是属于 我们人类智力的一种延伸 是我们的工具 就并非是我们的圆顶之剑 但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 去利用它 现在呢 我们就是 无论有新兴的行业 新兴的工具出现呢 现在大家都在努力的摸索 那当然我们要怎么控制它 怎么去好好去运用它 而不是呢 给它是产生 对我们的范围构成 很大的一种破坏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都是摸索呢 会有不多不少 有各大各小的问题 但是呢 这位专家认为呢 我们是不需要过度的悲观 不需要几人忧天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试过这样的情形 比如在工业革命啊 机器取代人啊 都出现过的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当时停在这儿 不选择用机器的话 现在我们的生活 又会是一个 怎样的状况呢 好 那我们就讲了 另一个话题了 快速讲讲 那就是 在19号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来夫呢 就表示 他说 现在呢 美国呢 已经是着手呢 在俄罗斯 2024年的总统选举之前呢 开始呢 是想动摇 我们俄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想来搞局这么说 那他说 他说 美国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恶行 这些劣行呢 是层出不穷的 这个是拉夫罗夫说的 那他说 美国干涉的形式呢 就有很多种了 包括 威胁 恐吓 组织 颜色革命等等 不一而足 那拉夫罗夫说 他说 在2014年 美国呢 在乌克兰 就策动政变呢 是取得了成功 六年之后呢 他们都试图呢 用相同的剧情 剧本 和导演 用剧本 和导演呢 就在白俄罗斯呢 想重演一次 但是呢 就没有 这个乌克兰这样 是取得成功 但是呢 拉夫罗夫认为呢 美国是不会就此此此步的 那在俄罗斯 明年呢 就要举行总统选举的背景之下呢 现在 根据拉夫罗夫说呢 他仍然看到 美国呢 竟然是公然那样 公然呢 設定了破坏 俄罗斯国内政治 稳定的目标 这么说 在2022年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 是公开的表示 2022年不是很久的 他说他呢 本身呢 他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呢 他是曾经协助 去策划其他国家的政变 那他说 他说 这位博尔顿先生说呢 他为了美国最大的利益呢 这样做呢 是应该的 那当时呢 博尔顿这一番言论呢 是招致到国际社会 广泛的谴责 那博尔顿先生呢 是承认 美国呢 是会 策划其他国家的政变的 那政变都做了 那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那更加是湿湿碎啦 那这个呢 恐怕呢 已经是成为国际间呢 的共识 或者是常识的了 就是呢 你不要以为呢 就是美国是不会干了你国家的内政 那因为呢 就算美国的前国 总统的安全 国家安全的事务的助理呢 都公开是承认这一件事 那我们都看不到有什么理由 他要说大话啦 是吧 那所以呢 大家呢 都是不排除呢 就是美国呢 可能会是 在这些地方呢 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一种做法 这个呢 都不一定呢 可以排除的事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一下子的ividade 充满可以 engaging 枫曲 巴士 你 discouraged